你 你干嘛呀 说好了在公司楼下碰头的 你又不认识了 小龙下快要凉了 走 来 您也擦一点 天气太干了 你那床也太小了 而且你的睡相也太霸道了 你可以回去住啊 又没人逼你住在我这儿 班达我能去住吧 我能条件好一点 而且我也可以好好照顾你 我跟你说啊 我再在你的床床上睡 我这腰都不行了 你要给我买狗皮膏药了 我不去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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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把那床换个大一点的吧 不要 你要是嫌疾的话 你自己搬出去住 薇薇 你是抵触一张床 还是抵触一张双人床 所带来的象征意义啊 我只是想知道 我只是想知道 我到底是第几个 被你邀请回家里去住的女人 你可以尽情地指责我 但你有把我当成 可以陪你走到最后的那个人吗 你何尽不把我当作一块浮沫 你何尽不把我当作一块浮沫 希望有个人可以陪你 度过人生最黑暗的一段 我敢说 至少我想跟你走到最后 但你没有 好了 我去上班了 你进啊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你爱我吗 你许诺的一生 是因为千帆过境之后 想充实就意的美好 还是只不过 我是在正确的时间 那个正确的人 如果你心里不相信 我给你多少次肯定的答案 有什么用的 同样的问题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正确 你把你最重要的珍宝弄丢了 回过头想要去找 才发现 竟然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 不离你而去的 这间珍宝的名字 就叫勇气 特打击了 什么级 董事长的女儿 回公司上班了 董事长的女儿啊 她在干什么 董事长助理呗 那那那师姐干吗去啊 对外宣称 好像是说辞职了 但是我觉得 董事长一定是在排除异己 她辞职了 丽姐 你知道内幕啊 有什么内幕啊 你们说过多少次了 让你们别管别人的事情 管好自己就行了 快去工作 快去 好 工作 工作 你去去去去去 董事长的女儿呢 别想你 我都没想 都没气 大家如果没有别的提案的话 那就散会了 我有 好 我这里有个策划吗 我先放下 随着护江多事化的快速发展 有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员 有了低价的住宿要求 所以就出现了地下室这样的环境 虽然的确是价格低廉 但是居住的环境太过于狭隘 而且环境又很差 如果遇到恶劣的天气情况 就连吃住都成问题 快走回来 你看这家伙子太烟了 快开门 快开门 好啊 什么情况啊 快接一下 快点 快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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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咬着去 这什么过地方啊 一下子 上来都是下来一遍的 在座的每一位同事 都知道星辰的规定 我们从实习 一直到工作 都是从底层做起的 我们干过工地 住过地下室 我相信 大家或多或少 都会忍受丰湿病痛的折磨 我们有的人 在地下室住了一年 有的人住了三年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还有无数的人 他们要在地下室住五年 十年 甚至还要住一辈子 如果是因为经济条件有限 而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居住条件 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想办法 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呢 我们在档案室 我们在档案室 发现了这份十年前的地下室策划案 虽然 这是一个没有盈利的公益项目 但是我相信 它所带来的意义 比比一更深远 我希望大家能够支持 说完了吗 这个项目不错 但是现在我们不会做 散会吧 为什么 不好意思 打扰大家开会了 在谈什么 证明数有个提案 我们再讨论 陈经理 我们公司 不会做这种项目吧 应该不会 我就说嘛 多么幼稚的人 才会拿出这种毫无盈利下着的方案出来 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才能够认识 我 我才会在我们下车里面 我才会说 我们现在要在我们下车里面 我们下车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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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一份 我们下车里面 我们下车里面 已经达到一千一百多万套 地上的房子都没解决好 管什么地下呀 一直听说 郑秘书年纪轻轻独当一面 很受董事长的重用 今日一见 不过是目光短浅 自说自话的花瓶罢了 星辰的员工 就要为星辰做贡献 特别是现在 星辰主义危机的时刻 我和董事长 都不希望任何人 再拿出这样的东西 阿正 我们走吧 董事长等我们吃饭呢 散会吧